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林觉得这个小姐很特别 居然给钱也不服务 于是换了套路 用礼物来哄她 蹦蹦以为大林在追求她 后来看到大林人不错 于是和大林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并且约定好时间 到时候大林再来这里找蹦蹦 分别时 蹦蹦不仅把大林给她的嫖资还给了大林 还送了大林一条项链 虽然朋友提醒大林 对方可能爱上她了 但是大林却认为 蹦蹦和她一样都只是随便玩玩而已 回来后还各种吹牛逼 说自己长得帅 小姐都倒贴 约定的日子已经到了 然而大林早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从那以后 大林就变成了信无能 一天晚上 那条项链里流出了巧克力 并且很难清洗 没过多久 沾到巧克力的地方长出了很长的毛 而且自己的女儿也像变了个人似的 不仅爱吃生肉 还一直在想办法杀掉大林 于是大林找了个神婆 神婆告诉她 你中邪了 然后告知了战胜邪魔的办法 大林被女儿折磨得精神崩溃 最后只好下狠手 用钉子将女儿钉死 讲完后 大林请求波比帮忙 帮她调查一下这件事 他不想死得不云不白 波比决定帮胎吧 于是向上司请假来到了南洋 在南洋表哥的帮助下 找到了绷绷 绷绷一听 他们是为了大林而来的 立刻和他们翻脸 表哥又找到了当地的一名神媒 在他的帮助下 查出了大林中了两种酱头 实际上是三种 之前大林的女儿想杀大林 只不过是大林产生的幻觉 女儿死得很无辜 神媒表示自己不是那名酱头师的对手 因此建议他们去找达摩 这个达摩是潮州人 因此不需要表哥来当翻译 他很热心 表示自己一定会帮这个忙 一切准备就绪后 达摩开始寻找酱头师的流派 酱头师有12个流派 此次事件中的酱头师属于蝙蝠派 因此就叫证明酱头师叫蝙蝠人吧 查清一切后 达摩开始与蝙蝠人远程斗法 达摩从各方面碾压蝙蝠人 眼看蝙蝠人要输 蝙蝠派的吉祥物蝙蝠魔坐不住了 亲自前来干扰达摩做法 帮助蝙蝠人反败为胜 达摩告诉他们 自己需要闭关七天来增强功力 然后把从佛像上取下来的金莲叶借给波比 叫他把金莲叶交给大灵 可以在闭关这几天保住大灵的性命 由于大灵还没死 蹦蹦找到蝙蝠人 叫他再加把劲 只要能让大灵死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蝙蝠人亲自来到香港 搜集波比的个人信息 因为他觉得波比太多管闲事了 必须要教训他一下 波比准备把金莲叶交给大灵 但是医生却说 大灵现在身上大面积溃烂 有很强的传染性 因此拒绝任何人去大灵所在的房间 波比也就没有把金莲叶送过去 大灵在房间里实在受不了万曲十心的痛苦 最后剖开了肚子 了结了自己 在达摩闭关的这几天 蝙蝠人用各种降头轮流折磨波比 让他根本没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后来还对波比的老婆下手 还好老婆命大 飞刀没有刺死他 蝙蝠人不甘心 于是用小鬼上身控制护士攻击老婆 还好波比的同事及时发现开枪打死了护士 小鬼还没离开身体 于是也被一起打死了 蝙蝠人惨遭重创 但他还不气馁继续下降头 差点让波比被精神病人打死 还好其他同事及时赶到 七天过后 达摩来到香港 拿回金莲叶后 说事情已经闹大了 现在已经不是他们个人的事了 现在是正与邪的斗争 找到蝙蝠人后 双方准备大决战 但我看了一下进度条 只剩下一分多钟 果然 达摩一出手就秒杀了蝙蝠人 还把蝙蝠人从一个汉子打成了老太太 最后顺手收服了蝙蝠魔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达摩和蝙蝠人第一次交手的时候 双方各种法术眼花缭乱 精彩得很 不过结局实在太过仓促 完全没看过影 好了 就说这么多 明天是星期天 照例休息天 我是奥雷 我们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 各种品质 版本 运动鞋 欢迎挑选 支持 获到付款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